关注最新流行资讯 南加州高人气的日性彩妆跟药妆店 高岛生活馆最近选在圣盖博士 盛大开设了旗舰店 第一天就吸引了上百位民众 来抢购日本的最新商品 看工作人员苦惑 忙进忙出 就怕动作太慢 来不及应付人潮 还有结帐人龙 长长一排还没消化完 人潮又一波波的来 这就是高岛生活馆 圣盖博旗舰店 开幕第一天的热闹景象 正好洗面奶也用完了 过来看正好有一个促销活动 看到自身堂旗下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Kiss Me的眼线笔 然后就是说可能防水一些 沐浴乳的补充的那一大罐 然后现在才一块钱 一买就是好几袋 消费者不只要抢开幕限量好礼 更是冲着独家日系品牌而来 拥有高知名度 来自日本的食者研究所 以小苏打洁面粉 横遍全亚洲 如今独家引进美国 一样是热销商品 我们卖他们家的东西有十年了 然后刚好今年是他们这个品牌 就是毛穴扶子的品牌 成立十周年 对对对 一直都卖得很好 不好意思 有你那么好 除了猪打洁面系列 食者研究所新推出的保湿面膜 更是经常卖到缺货 从客人使用完之后 他们都觉得补水效果特别好 而且不会太粘腻 然后面膜的纸的质地也很舒服 不只看重肤质保养 流行彩妆也是年轻女性的最爱 我们就用干燥玫瑰的酒红色 利用笔刷把眼影刷上眼窝 知名的彩妆大师Kevin 网络示范 画出今年秋冬最新的干燥玫瑰妆 用的就是开架彩妆的人气王 Kemake 还有它就是流行度很高 每一季每一个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新的产品 Kemake的话它在日本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家喻户晓的 彩妆国民品牌 那它会这么有名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产品品质很好 然后CP值也高 颜色多品香多打开知名度 日系品牌Kemake 更以棉花糖蜜粉饼的柔胶妆 炉获少女心 不过消费者讨论度最高的竟然是 不是去年到是2017年欣欣的 羞腾腾这个 这你们有看过吗 在网络上面 这是什么 我今天才听说它非常红 它非常红 现在台湾机率上已经卖到缺货了 它这个账户 女性向谈话性节目大推一分钟面膜 不仅在亚洲掀起抢锅潮 现在也成了店内的一大亮点 本来还在想说哪边有卖 然后今天就看到 所以就买了一个 这个是那个早上面膜 然后说是就是敷了之后 可能早上就是比较简 步骤简单 因为我们主打日本的彩妆 跟美容产品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独家的 或者是说你在日本买得到 但你觉得在美国 好像买不到的产品那一种 以中低价位满足消费者外 庆祝开幕20周年 现场还开闭体验区 Beauty Lab 乐活体验馆 给民众最真实的感受 因应我们客户需求 还有市场需求 就是说有更多更多的品牌要进来 再来我们也希望就打造一个 让客户可以亲身体验 我们所有的不管美妆 或美容的产品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决定 就是把隔壁也顶下来 就做一个扩大 就在原址做扩大这样子 看好日系美妆产品持续发烧 高岛生活馆引进畅销品牌 以及网络热搜商品 也将带给民众日本临时差的流行体验 以上是东西新闻 彭帝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